煮料,土豆一到两个,辅料,盐,油,把马铃薯去皮,洗净切长条,宽度最好在一厘米以内,然后用盐水浸泡十分钟,把马铃薯从盐水里面撈出,然后放入开水里面煮三分钟,把煮过的马铃薯捞出滤干水分,平骨冷却,把冷却的马铃薯包上保鲜膜,放到冰箱里面速冻,这里就是薯条的半成品, 平时可以多准备一些放冰箱速冻里面,速冻后的薯条,锅里面油热,小火慢慢炸至金黄,把炸到金黄色的薯条滴干油,出锅,薯条就做好了,这就是原味薯条,喜欢番茄酱味道的朋友,记上番茄酱就可以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